KC王家浩 亨仔陳振亨 王希俊 T素田耀成 和阿Kym卓金樂 參加完《全民造星5》之後 首次踏足沖繩拍《綜藝沖繩任地點》 並且會在節目中給觀眾實時投票 再因應選擇做反應 考驗他們的應變能力 當中也有不少的挑戰 就好像希俊和阿Kym不熟水性 但就要在節目中玩水上遊戲 喜俊更加因為小時候玩水上滑梯 浸傷而流有陰影 玩水上遊戲的時候都害怕死 之前都會害怕 雖然說會有救生衣 但都會害怕會不會浸傷 雖然我知道其實不會浸傷 後來原來又不是那麼害怕 下水之後 放一閉氣就會噴上來 而這次拍攝對KC來說 最大挑戰竟然是皮膚 因為皮膚比較敏感 曬過之後容易變紅 甚至整個人都腫脹 至於他們五個 雖然在《造星5》的時候 相處時間長 但未試過一起生活過 在沖繩拍攝期間同居 就增加了對大家的了解 希俊就被子髒 常常穿著鞋子在房間到處走 又常常不見電話和錢包 而被子髒的還有亨仔 因為大家的鼻寒太吵 所以我幫我出廳睡 但我們回來拍攝後 很髒的 他不洗澡 一夜坐在沖繩上 然後就睡 還不斷在沖繩上去做 我們睡 我睡而已 但你坐下來 我脫下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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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衣服有汗的 我脫下衣服的 也是 我脫下衣服的 我脫下衣服的 雖然是這樣 不過如果要介紹給妹妹做男朋友 亨仔仍然會投KC神聖一票 因為她溫柔善良 又疼愛女朋友 其實我們下年都會 年初會出歌 我都有份 對 那就 怎樣形式呢 組合 但是亨仔和我跳唱歌 又透露MV已經一直在製作 她知道五個人會是分開 以不同的團隊認識出歌 敬請大家期待